订阅本频道不错过任何肖战资讯 白玉兰报名开始了 入围名单5月公布 肖战备受期待啊 肖战虽不在江湖 江湖却到处都是他的传说 商务的广大屏都是大众的关注热点 低调拍戏的肖战依旧是热搜的常客 这部肖战作品话题又上了热榜高位了 被央视认证靠作品从顶流走到主流的肖战 在本届白玉兰评奖活动中也是备受关注 2023年肖战凭借梦中的那片海河交洋 伴我两部作品中的亮眼表现 备受期待 群星璀璨的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 将于6月28日晚举行 有很多大热剧被大家看好 到底哪部剧能够摘得殊荣 大家也是议论纷纷 作为年轻演员肖战 2023是大丰收的一年 三部剧 三种题材 三个不同的角色 央视评价他在不同年代的反差角色 兼自由切换 从小角色到大荧幕 从客串到家喻户晓 肖战做到了星光与实际并存 梦中的那片海河交洋 伴我时尚新作品 一个年代剧 一个都市剧 非常考验演技 梦中的那片海中肖战饰演的 肖春生年龄跨度长达30年 肖战不依靠浮化道 通过细节演出了时光变迁的痕迹 焦阳伴我中的盛阳 体现出来肖战松弛自然的演技 凭着这两个角色的成功演绎 肖战获得了央视电视剧年度盛典颁发的年度突破 男演员讲等很多奖项 每一部作品肖战都用心演绎 每一个人物肖战都塑造的鲜活生动 短短几年几部剧都稳稳立住 好演员的口碑就是这么一部一个脚印走过来的 肖战的努力值得所有赞誉 网友评论说一个项目敲定了他 从制作人导演到场务 所有人都会打起12分精神来对待 所有配置都会拉到顶配 有他即是佳作 下线很高 上部封顶 是观众的福音 肖战是第一个让观众打破 对流量刻板印象的演员 梦中的那片海二十几轮轮上新人收获高收视率 是观众对肖战演技的认可 也是梦海受欢迎的证明 今年白玉兰 相信肖战也会所收获 节目最后 希望小伙伴们点开小铃铛 follow一下 本频道专注肖战作品 资讯与综艺 一起为宝藏偶像打扣 感谢您观看影片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支持我们